我们越境千华只为您讲述不一样的头条历史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头条新主播欧阳小妹 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文明长河 有着很多极其伟大的发明 造纸术 活字印刷 活药 指南针 这四大发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其实中国古代伟大发明远不止这些 还有很多很重要的发明都是起源于中国 今天我就给大家来说说那些你不知道的中国古代发明 第一 酒精 都说何以解忧 唯有杜康 这句话其实就是暗设中国人发明了酒精 这个杜康就是传说在中国最早发明酒精的人 大约是在夏朝 约约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600年 也就是说酒精在中国已经有了4000多年的历史了 最近有历史研究表明 普通啤酒的含酒精量在4%到5%之间 在古代中国被广泛使用 甚至在商朝的祭祀中也被提到可以作为祭品 甚至最近有学者发现 在甲骨文的记载中就有关于酒精的记载 或许酒精的历史可能已经不止4000年了 在后来古人发现在发酵过程中加入更多主厨的古物 可以增加酒精含量 所以更强的饮料逐渐出现了 在大约公元前1000年 中国人发明了一种酒精饮料 这种饮料的酒精含量超过了11% 在周朝的时刻中提到了有力的电酒 然而在西方一直到公元12世纪 啤酒的酒精浓度还都没有达到11度 而这个时候中国都已经是元朝了 李白豆酒诗百篇都已经过去几百年了 第二 茶 茶是当今世界最多人享用的饮品之一 而到今天 中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产茶国和消费国 根据中国的历史传说 中国皇帝神农士在公元前2737年发明了茶 然后又有一位人发明了茶叶碎纸漆 这是一个小装置 他用一个陶瓷或木壶中央的一个锋利的轮子 把叶子切成细条 在唐朝和宋朝的时候 茶叶生产发展迅速 并且开始走向世界成为最受欢迎的饮品 唐代文学家陆宇写的《茶经》 也是世界第一部关于茶生产的科学著作 比较可惜的是 今天很多人都知道日本的茶道 却很少有人知道中国才是茶道的起源地 第三 钢铁演练 中国古代在公元前五世纪早期的周朝 差不多就是在公元前1050年到公元前256年的样子 中国就开始了钢铁的演练 这个时候钢铁的演练还是一个民间产业 由于竞争激烈得到了非常迅速的发展 这也是后来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能够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埋下了伏笔 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 才开始收紧对钢铁演练的政策 最后在汉代 私营链铁被最终废除 由国家垄断 可惜自此钢铁演练技术陷入长期停滞的状态 直到近代 英国爆发工业革命 钢铁产量大大超过中国 才有了中国后来奋力追赶西方的艰辛历程 好在今天 中国的钢铁产量又重新回到世界第一的位置 而且今天的钢铁演练已经全部自动化了 第四 机械钟 现在很多人都会购买瑞士的手表 却不知道这个也是中国人发明的 根据历史研究发现 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个时钟的人是一个和尚叫易兴 他生活在唐朝时期 他发明的时钟是在一个轮子上不停的滴水 每24小时就会有一次全面的循环 随着时间的推移 时钟有铁和青铜制的钩子 别针 锁和棒组成 但仍遵循易兴的时钟设计 数百年后的宋代 苏歌 一位天文学家和机械技师 创造了一个更复杂的时钟 奠定了现代时钟的基础 要是中国古人知道注册专利的话 现在那些瑞士名表品牌 都得给咱们中国人交纳专利费 才能继续生产手表 只可惜啊 现在已经成了欧洲人赚钱的利器 第五 丝绸 这也是无可争议的中国发明之一 丝绸之路就是用这个中国古代发明命名的 而且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 蚕啊 创造了丝绸 而中国人发明了如何收割丝绸 并且在几千年的衣服和纸上开始使用它 根据考古发现 最古老的丝绸是在河南发现的 来自中国新时期时代 于公元前363年 从浙江省梁祖文化遗址出土的丝绸更早 差不多是公元前2570年 这比中国人发明酒精的日期还要久远 据说直到19世纪 丝绸还是欧洲贵族的象征 他们在重大活动和出席重要仪式的时候 都得穿着一件中国的衣服 才能显示出自己的高贵身份 中国古代也是靠着丝绸赚得盆满钵满 在古代中国 丝绸不仅是生命的重要发明 也是连接中国与外界的桥梁 2000年的丝绸之路 仍然是东西方文化 商业和技术交流的重要途径 一直到现在 丝绸之路都还是东西方商业的重要渠道 现在的一带一路政策 正是新时期的丝绸之路 第六 瓷器 瓷器的英文是China 这也是中国的英文翻译 这毫无疑问就解释了 瓷器当然起源于中国 因为这就是中国的名字 早在公元前1600年 到公元前1046年的时候 最古老瓷器就出现在了中国 在公元618年到907年的唐朝时期 制作瓷器的技术达到完善和发展 后来到了宋朝时期 大约公元11世纪的时候 中国瓷器的艺术达到了顶峰 并且卖到世界各地 成为最奢侈的商品之一 直到1708年 德国人才发明了欧洲瓷器 从而结束了中国瓷器的垄断地位 西方发明瓷器的时间 比中国足足晚了2100多年 还有就是中国广为认知的四大发明 指南针 火药 活字印刷术和造纸术 这些想必大家都非常清楚和了解 欧阳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总之中国古人的智慧给我们留下了非常重要的创造和发明 一直直到今天 这些十大发明都还被全世界所应用和传播 今天的中国还有了新的四大发明 高铁 网购 电子支付和共享单车 这些也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生活方式 以后的节目中 欧阳还会给大家详细地讲述这些中国的新四大发明 记得关注我们吧 好了 关于中国古代的十大发明就先说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头条历史的节目 请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下期再见吧 拜拜